我是小小的小小朋友大家好 每次进步一点点 这次我们来介绍的是建筑服务税务处理的相关规定的汇总 也是给大家进行一下重要的调点回放 首先说一下这个征税范围 征税范围里安装服务这块 注意一下这个小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基础班强调的一些点 比如说固定电话 有线电视宽带等等 包括水电 电气暖 它向用户收取的安装费 出装费 开户费等等 这个属于安装服务 尤其是说这个固定电话 它不属于电信服务这一块 这个 抢了固定电话这 还有呢 就是装饰服务里边 有时候物业服务企业呢 它也为业主提供这种装修服务 那这个呢 也属于装饰服务 它实际上是食指瞌睡 不管这个物业服务企业 它的主体特点是什么 它主要从事的是物业服务 但是它一旦提供了装修服务 那么它还属于建筑服务中的装饰服务的范畴 还有呢 就是其他建筑服务里边呢 一个就是园林绿化 那么这个呢 它也是属于建筑服务的这个范畴 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 还有这个数据 当然不包括这种航道数据 航道数据它是属于物流辅助的 那么除此之外的都属于建筑服务的范畴 另外一个呢 就是讲建筑施工设备出租给他人使用 并配备操作人员属于建筑服务 这是征税范围里 大家注意的这个几大块 它包括什么 安装服务装饰服务 其他建筑服务里我们强调的点 那么具体来说呢 又有一些需要大家注意啊 它一旦跟我们的计算问题结合 还是有很强杀伤力的 一个就是这种工程间里 它呢 属于现代服务中的建政服务 那么它不属于建筑服务的这个范围 这个是大家注意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种工程勘察勘探 它也不属于建筑服务 它属于现代服务中的研发和技术服务 这是大家注意啊 虽然带工程两个字 但是呢 它们都属于现代服务的范畴 接下来呢 说说不属于境内销售服务的内容啊 就是像境内单位和个人提供工程施工地点 在什么境外的建筑服务或者工程建立服务 或者是向境内单位和个人提供工程 矿产资源在境外的工程勘察勘探服务 这个是物交增值税的 这不属于境内销售服务 那这个呢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结合 提供对外的这个服务 另外一个呢 就是有一些跨境免征的情形 一个呢 就是工程项目在境外的建筑服务 工程项目在境外的工程监理服务 工程和矿产资源在境外的工程勘察勘探服务 这是跨境免税的 那么都是需要大家注意的问题 一旦跟我们的这种综合体结合 这些都是有杀伤力的啊 所以呢 我给大家点的这些叶码 可能学的时候呢 都是分着学的 但是我们在这个阶段就要给它合体了 大家注意 这是征税范围 注意一些边边角角的这些内容 那接下来呢 说说这个积税方法 积税方法当然就是非常之重要了 对吧 那么它分为小规模纳稳和一般纳税人 那么这块呢 小规模纳稳的这个比较简单 就是简易积税方法 那么注意它是可以减去什么 可以减去支付的分包款的 用全部价款和价付减去分包款 那么这个减完以后呢 它是含税的要转化成不含税的乘以这个 百分之三 那这是简易积税方法 那么接下来说说一般纳税 那么我们考试如果考大题的话 一般它肯定是一般纳税 但是不排除一般纳税呢 它选择简易积税方法了 是吧 有一部分业务选择简易积税方法 有一部分业务选择一般积税方法 那么大家注意啊 做题的时候要能够把握清楚 那么你符合规定的 可以选择简易积税方法 那就不能进行进向税和抵扣 积税就跟这个是一样的了 是吧 那么可以选择简易积税方法 就是轻包供 甲供 也就是我们说的轻甲和老项目 这个呢 作为一般纳税 它是可以选择简易积税方法的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大多数都是一般积税方法了 它的税率呢 是这种9% 对吧 9% 那么用销向税额减去进向税额就正常算 就可以了 交邮件 建筑 它的这个税率是9% 个别考生呢 它容易出错 所以在这我就强调一下 然后有几个提示的点 第一个呢 结合上一个专题 我们讲过一个点 第五点 就是销售机器设备的同时提供的安装服务 那这个呢 当时我们说了 它同时貌似于是符合混合销售的概念的 但它反显盈处理 那这个时候对这种安装服务 可以按甲供工程采取简易的计税方法 你像这个就可以在综合体力 跟这种问答性质的去结合 问你它是否符合甲供工程的 或者它是否符合这个简易计税方法 那你在题目中看到 它是就是销售机器设备 然后同时提供安装服务 那么你可以把这段号打出来 那实际上这个第一个专题 跟这个专题之间就有这么一个联系性了 大家注意 还有一个呢 就是安装运行后的机器设备的维护保养服务 属于其他建筑服务 那这也属于我们说的这种可以综合考核的内容 这一讲跟上一讲结合 对吧 因为我麦机器设备同时 我又提供那个维保服务 这个维保服务的话 属于其他现代服务 属于其他现代服务 所以这两点一旦结合 那么我们跟上一讲讲的就有点意思了 那涉及了奸营的这种问题 对吧 一定要能够注意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看曾经考过一道综合题的 关于跨县市提供建筑服务的 事物处理问题 那么这个题呢 是必须要会做的 而且一定要独立做 它的主要难点在哪 就是有预角的时候 有适合计算的时候 那么怎么来解决这个预角的问题 跟适合计算之间的关系 其实它的难度并不是特别大 但是它的整个计算的这个思路和流程 那么大家还是要能够做到非常熟练的把握 我们一伙里来做这道题 让我们先看看这块涉及的这个基础知识点 那么首先说呢 对于这种跨县市提供建筑服务呢 要求是在建筑服务发生地呢 是预角税款 预角税款 我们考试如果考计算回答性问题呢 这个倒不难 为什么因为它那个小的问题里会问你 在什么什么地方预角多少 那么这个预角关键是怎么算呢 这个时候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 如果是一般纳税人 它分为一般计算方法和简易计算方法 对吧 那么预角的时候 注意啊 不管是一般计算方法还是简易计算方法 那么它都是可以减去分包款的 全部价款和价格费用减去分包款 那么如果是一般计算方法 那就是一加百分之有据换算去 除以1.09 然后乘以什么呢 乘以百分之二 键二 键二诸三转五嘛 所以建筑业它的预征率的话 那么这个我当然是百分之二 对吧 那么如果是小规模纳税人 或者一般纳税人采用简易方法 那么它用全部价格和价格费用减去分包款以后 除以1.03 再乘以百分之三 那么这块呢 大家要能够注意一下 然后呢 我们说说这个申报 申报的话呢 它是在机构所在地进行申报 如果它是小规模纳税人 或者是一般纳税人选择检易方法 大家可以看出来 它在申报的时候 依然用全部价款和价格费用减去分包款 除以1加3乘以百分之三 然后在减去刚刚算出来的什么预缴税款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出 实际上它整个税源都留在了什么 这个建筑服务的发生地 对吧 所以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我们考试中往往会穿插什么呢 就是它是一般纳税人 然后它既有一般计税方法的业务 既有减易计税方法的业务 那么大家注意区分开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说的 在机构所在地申报纳税的时候 如果它采用的是这种减易计税方法 或者它是小哥们纳税人 它的处理 那么如果它是一般纳税人采用一般方法 那它申报的时候肯定是销向减进向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大家注意 它在算销向的时候 是不能扣除分包款的 那么它分包款给别人的相当于购买的一个服务 那么这时候符合进向式和抵扣规定的话 是可以作为进向式和抵扣的 实际上这个分包款大家注意这块 它并没有说在申报是不考虑的 它只不过变换了一种方式 从一般纳税一般计税方法中怎么拿去减除了 这个点大家要特别注意 所以销向减进向这个基本规律 作为一般计算方法肯定是要用的 所以销向减进向的话 包括以分包款方式 可以作为进向税额扣除的东西 然后呢 还要减去预缴税款 当然都要减去预缴税款 所以我们在计算的时候呢 如果一旦考跨县市提供建筑服务这样的题 往往它后边一定要算这个申报的这个税额的时候 那么你先算出预缴的时候 你把这个数可以怎么拿 按照我们上台课讲课的思路 那么销向的业务如果对后续业务有影响了 你可以直接把它剪出去 一会我们做提示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种感觉是吧 还是要注意这个之间那个关系 所以有预缴和申报问题 这个流程你必须要清楚 本身它的知识点并不是特别复杂 其实用我们总结的话 就是表格中的这些干货 你能把握清楚就可以了 但是一定要注意什么 就是跟具体的业务的结合 它有预缴怎么对后续的 这种综合性的计算有影响 你比如这个申报 它实际上就是个小综合嘛 要把前面业务怎么办都得考虑进去 所以大家更多的是注意这个解题的方法问题 好了 那么我们就拿这道题来说说事 这道题可能有同学已经做过了 但是要听一下我们讲课的这个思路 然后用这个思路课下呢 再去复习一下 因为有预缴 有汇算清缴 它不仅涉及的是建筑企业 那么后边我们还有预缴 还有这种申报的问题 那么它基本的解体司徒 实际上是非常相似的 好了拿到这个题干什么呢 还是先去点这个标签 现在我就是考场上的你们了 就不是杨老师了 是不是 好它一共是无比业务 我们看左边的这种资料区 看完以后给了官司税率了 然后呢 他说了上述业务涉及相关票据 均符合底后的规定 有票了 然后点开这个答题区这个标签 看他有几笔业务的要求 那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对吧 你看一共是十问 这就是我们考试 最主流的这种问法了 是吧 那么他这个标签 你都要点开看一看 发现的最后一个标签呢 他是考的成建税教育费复价 地方教育费复价 其实这就是为了分担分值 用的是吧 为什么 因为你第九笔业务做完以后 第十笔业务自然就出来了 对吧 一乘就可以了 所以九和十是一个题 是一问 只不过他变成两问的话 这样的话呢 分值就有所分摊而已 然后第八问呢 是我们考增值税 他肯定主流的问法 就是计算当月增值税的应纳税额 只不过不同点在哪呢 就是我们有时候呢 就这么一问 问你当月增值税应纳税额是多少 他说业务一怎么算 业务二怎么算 业务三怎么算 最后有一个中和的问法 问你当月的这个增值应纳税额是多少 对吧 这是一种问法 还有一种问法呢 像这个 计算企业当月增值税 进项税额的合计 他把这个进项税额又单独问你一下 所以有时候他就不去问你 进项税额是多少 你直接在这块单独算完一减就可以 有时候单独问的话 你就直接把这个答案 录入到指定的那个要求 那个标签中就可以了 所以这块的问法上相对来说 他还是有一点小灵活 但是万变不利其中的就是 一定是子业务的税额计算问题 然后后几问 比如后边的四问呢 三问呢 他就是综合 他会用到我们前面这个子业务的 这种计算的结果 基本上现在增值税 还是企业所的税 在机考以来 都是这样的主流的问法 都是这种主流的问法 所以大家呢 把这种固定的啊 相对明确的问法 跟我们的解题思路 综合融合一下 就是我们上场过 说的独体敲述出答案 对吧 那么我们这一讲呢 依然采用独体敲述出答案的 这种思路 当然我还说 你可以看着标签找你这条件 但这个费时费力 那么节点多容易出错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块呢 主要大家看一下 当我预角的时候 这个预角 它跟我们后边的这种 综合性的几个问题 是如何结合的 这是这一讲 做这道题是 你最终要沉溺下来的 变成你脑子里的东西 所有的知识点 其实已经 给大家复习过了 其实不难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看 做题 它最终根本的目的是什么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题啊 说位于甲省某市区的一家建筑企业 那你看你刚才不是最后一个标签 问的是承建训 脑袋里马上上7%是吧 它是真的是一般纳税人 然后它在一省某市区提供写字楼和桥梁的建造业务 那这个就属于跨县市提供建筑服务了 它2021年12月 具体的经营业务如下 我们来看一看第一笔业务啊 第一笔业务 该建筑企业对写字楼建造业务 选择一般计税方法 这明确了 对吧 按照工程进度及合同约定 本月取得含税金额3000万 并给业主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 好 然后由于该建筑企业将部分业务进行了分包 本月支付分包含税款项的金额是多少呢 是1200万 取得分包商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在上一堂课也说了 我就是考场上的洋会计 我要把所有的这笔经济业务事项 它奢税处理都要考虑清楚了 那么我是这个大人会 咱们是假省的到一省干了 就是说想赶紧去给我办什么 老五发生地 也就是建筑发生地的什么 这种预缴税款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明确应当在一省预缴增值税 恰恰它第一个标签问的是 业务一在一省应该预缴的增值税 那么根据我们刚才的讲解 这种分转包的情况下 这个预缴的话都是这么大 都是要可以扣除的 在预缴阶段都是可以扣除的 对不对 好了那么这个时候三千万减局一千两百万 而且审题明确说了是含税的 当然要转化成不含税的 对吧 所以三千万减局一千两百万 除以1.09 注意再次强调 交邮件 这个建筑交通运输 这都常考的一定是9 你别过6 不知道为什么有的考生就把它变成6了 虾米了 这个虾米了 后边好多都虾米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题就比较亏 比较亏 那么这是一个预缴的话多少呢 建二租三转五 我们给大家总结过这个顺口溜是不是 后边还会讲啊 还会给大家讲 所以它是2%的预争率 那么乘以2%等于多少呢 等于33.03 33.03 那么这个时候 你这个会计脑子里要清楚了 这个33.03 我不能白交啊 这在宜省这个建筑发生地 那么预缴的话 那到最后 你在总机构交税的时候 是可以减去这个预缴的税款的 所以这时候我往往啊 考场上的我往往呢 在这儿呢 是要考虑这个问题的 所以大家注意 第九个标签 我已经知道 他问的是 企业应当向总部机构 所在地主管社会机关缴纳增值税 那这个时候 我完完全全就应该怎么的 空格减去33.03 把这个数给我摘到这去 把这第九个标签就给它搞定一部分 这是我说的子业务 跟后续的综合业务之间 怎么进行一个充分的融合的问题 好 那么这个业务考虑完了吗 作为会计没有考虑完 我要知道 我在一省进行了预缴的话 我要在甲省进行什么 申报 所以这时候我要明确 是一般计税方法 应该就3000万申报 同时这个1200万 是可以作为进向税额抵扣的 不是说用3000万减去 1200万进行申报 刚才我给大家总领党表格中 一再强调这个问题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知道 3000万要确认什么呢 确认他的业务一的肖像税额 那么这一道题 他单独问你了 实际上这个题的难度 就降低很多 如果是我考的话 我第一个业务问 这个第二个业务就 怎么的 我出题的话 我就不问了 然后我综合问一下 你应该交多少税 那这道题的难度 立马就上去了 所以我们同样的题 问法也决定了考试的难度 听见了吧 好了 那这道题 这块就提示了 还得申报 是吧 那就3000万除以1.09 乘以9%申报了 按正常的税率申报 等于247.71 那么根据 刚才我们同样的思路 这个247.71 我们应该把它放在什么 来把它放在 这儿 放在这儿 第八个业务 问你当月增值税 应纳税额等于肖像 对吧 所以247.71 把它放在这儿 听见了吧 把它放在这儿 完没完呢 没完 刚才说了 支付给分包商的这个1200万 他取得了增值税中央发票 是可以作为进向税额抵扣的 所以这时候 这1200万是可以作为进向税额抵扣 那么我们怎么看呢 你这个就得看一下 他这个有没有单独问了 就是我们考试有时候 他是这个标签和题目的一个结合 那么他这里边 那么他这里边呢 注意啊 这个1200万的进向税额没有单独问你 他是第七问 问你他可以抵扣的进向税额是多少 所以呢 没单独问 就直接放在综合问这个第七个标签中 那么业务一可以抵扣的进向税额 这样写就比较清楚一些 是吧 那么多少呢 1200万除以1.09乘以9% 这块只说了取得增税专用发票了 没说专用发票的税额 有时候我们直接告诉你 取得专用发票著名的税额是多少 那你直接去把它一摘出来 99.08就可以了 这道题没有说 你得算一下 所以呢 是1200万除以1.09乘以9% 等于99.08 那么由于这笔业务还要算进向税额 所以对第八个标签的影响 增值税额的影响 就暂时不考虑 对吧 暂时不考虑 一会儿加在一块再考虑 好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笔业务 我们这个会计才合格了 知道在一省预角 假省的话应该申报 那么预角和申报之间 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你看这个 就是我们刚才总结这个表格 知识点里面的 谈了一个案例化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样的逻辑关系 知道这样的思路 对吧 好了 这是关于写字楼的建筑业务的处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第二笔业务 桥梁建造业务为甲构工程 该建筑企业对此项目选择了 简易积税方法 那像这样的题也是可以 怎么的 可以拓展的 可以跟筹划稍微联系一下 对吧 说它是甲构工程 甲构工程 我不是说轻甲和老项目 可以选择吗 也可以不选择 然后他就问你说 是否符合简易方法的规定 问你简易方法和一般方法 哪个对企业更有利 你可以这么去考虑计算的 可以考虑计算 计算两个方案情比较的 这是可以的 是吧 好了当天这道题没有啊 有的话就是两种方法都算的 我们回到这道题来 只不知我扩展了一下 就是这道题 它再难会难到什么程度 我们给大家一个界限 可以了 好了 那么这个建筑企业 它选择了简易技术方法 本月收到含税金额4000万 并开具的增税普通发票 那么也是进行了分包 本月支付分包含税金额1500万 取得分包商开具的普通发票 好了 那同学们 这个时候注意简易方法的话 也有预角 都要在以省进行预角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 它是怎么预角的 预角的思路 基本上跟刚才是一样 只不过预征力有所不一样 好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 第三个标签 它恰恰问的是 业务二 它在以省预角的增值税是多少呢 4000万减去1500万 对吧 除以1.03乘以3% 等于什么 72.82 是在以省预角的增值税 然后这个时候大家注意了 跟第一笔业务的思路是一样的 这个72.82 你可以的 放在哪的 放在第九个标签中 空格 减去 刚才减去了 第一项工程在以省预交的这个税款 然后再减去 这第二项工程 这个桥梁工程 它在以省预交的 这是要结合考虑的 是吧 结合考虑 其实你做这样一道题 这种题就流程都是一样 都是一样 所以大家要注意啊 要跟上就可以了 然后你自己私下独立再做一遍 就流畅了就可以了 好了 完没完呢 没完 有预角的话 就要考虑申报的问题 所以这时候呢 这笔业务对这个会计来说 是没有 没完的 也就对你这个会计来说 是没有完的 那这时候怎么的 就要考虑 他的这种申报 申报 你会发现标签4没问 标签5没问 标签6也没问 对吧 那么标签7 它是进项税额的问题 那只有标签8 就要考虑 对吧 只有标签8要考虑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注意 刚才你在标签8中写的是 应纳的税额 增值应纳税额等于247.71 这个写上了吧 然后这时候你注意 它是检疫方法 它不属于销项税额 所以你要单独算 或者是你如果是写的是 写当月增值是应纳税额 那你打个括号 销项往上检 空格空格 扩回 对吧 然后再加上 4000减去1500万 除以1.03乘以3% 把刚才预缴的怎么的 给他拷贝过来就可以了 我刚才不说吗 实际上的税源还是留在了 这个建筑发生地 是吧 所以把这个预缴的和这个 考过来就可以了 考过来以后就是申报 就是申报就可以了 注意 所以呢 预缴申报都要完成 然后预缴的 别忘了检决 他实际缴那个税额就可以了 在标签9这块别忘检就可以了 这样呢 第二笔业务 你这个会计就合格了 我到底能不能选择假供 然后如果选的话 我怎么算税 预缴怎么算 申报怎么算 然后他对税额的缴纳 有什么影响 都考虑周全了 好 这是第二笔业务 然后看第三笔业务 说从国外进口一台机器设备 国外买价折合人民币80万 运抵我国入关前支付的运费 折合人民币4.2万 保险费折合人民币3.8万 入关后运抵企业所在地 取得运输公司开机的增税专用 发票注明运费1万 税额0.09万 对吧 接下来说 该进口设备既用于一般计税项目 也用于简易计税项目 这叫什么 专用吗 不能以兼用可权底 它是兼用 所以是可以抵这个 机器设备的进向税额的 对不对 好了 那么我们来看 我们作为会计应该知道 在进口环节需要缴纳增值税 是不是 他有没有单独的问呢 我们刚才已经做到标签3了 点开第四个标签 发现他问的就是 进口环节应该缴纳的增值税是多少 那就是关税完税价格 80万加4.2万加3.8万 等于88万 再乘以以示条件告诉我们的 关税税率10% 那么他应该缴纳的关税是8.8万 对吧 然后关税完税价格加上关税 乘以3% 对吧 那么算出来是12.58万 应该缴纳的增值税是12.58万 没问题 对不对 没问题 那这一问是解决了 同时要注意这个子问 对后续业务的影响 那我们就考虑了 这个12.58万 是可以作为进向税额抵抗的 是没有问题的 是不是 所以 业务3可以抵扣的进向税额是12.58万 加上飘扬过海入关后发生的运费0.09万 那么业务3可以抵扣的进向税额就是12.67万 刚才我们已经算完了业务1的 这就算一个业务3的 对不对 那这样呢 整个的第3笔业务就给大家算完了 你这个会计就合格了 对吧 那知道我进口环节缴纳增税可以作为进向税额抵抗 那么是不是因为什么你兼用的话 那么可以吗 可全抵对吧 可全抵 好 这是我们说的这笔业务 然后呢 我们来看第4笔业务 年初购进的一批建筑材料中的40%发生非正常损失 取得增税专用发票著名的税额40万 以记录取得当月的进向税额进行抵扣 那么非正常损失的购进的话不能抵了 那要怎么做进向税额转出 那我们就来看看吧 点开标签以后我们会发现呢 他第5个标签 他就问你了 业务4企业进向税额转出的金额是多少 那就是40万乘以40%等于16万 这小份就得到了吧 多容易是吧 这16万别忘了 他还会得后续有影响 那么第8笔业务中大家注意了 那么刚才不有一个肖像吗 我不说括号肖像减去空格空格 然后加上那个72.82万吗 那你在这呢 要加个大括号了 对不对 你的进向税额中要转出 当期进向税额还没算出来 但是我们的思路知道 他一定要从当期的进向税额转出 所以空格减去这个16万 减去16万 那么这是我们说的第4笔业务 很简单 就是要做进向税额转出 那接下来看第5笔业务 发生外地出差 住宿费支出 价税合计6.36万 取得增值税 一般纳税开局的增值税专案发票 这个是可以作为进向税额抵扣的 但是你得算一下 因为他没有告你税额是多少 所以这时候点开标签看一下 这是第几个标签问的这个呢 刚才我们是这样的 第6个标签对不对 他问的是什么 我们看一看 这个点开标签看一下 第5标签做完第6标签 他问的是计算 业务可以抵扣的进向税额 好了那这个时候 那就是6.36除以1.06 我们看一下 乘以6%对不对 6.36除以1.06乘以6% 他问你 要你计算 那你实际上刚才我们说的 像那个什么 餐饮那个不能抵 你可以不说明 我们说明的话 主要是因为 这个为了大家看解析方便 他问的就是 可以抵扣的进向税额 那你直接6.36除以1.06乘以6% 对吧 然后这个3万的餐饮费不能抵 然后呢 他是著名旅客信息的火车票 那这是劳派遣 我们前面说了 要看票 看人 看用途 那这个呢 他符合 对吧 可以抵扣的规定 那就是加上10.09除以1.09乘以9% 那么算出来 业务可以抵扣的进向税额 就是1.26万 对吧 1.26万 好了 那这样呢 实际上整个业务就读完了 一共就无比业务 对吧 然后我们来看看 标签6 我做完了 标签7 我还没做完 因为标签7 让我们计算当月增值税 进向税额是多少 那么我们标签7 业务1可以抵扣的 已经搞定了 业务3可以抵扣的 已经搞定了 业务5可以抵扣的 那不就是刚才那个数吗 是不是 刚才说你呢可以直接把这个1.26万给摘过来就可以了 对吧 那这样的第七个标签 第七个问题的答案就出来了 对吧 企业当月增值去进向税额是这三个数合计一加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呢 该点开第八个标签了 我们看看第八个标签 是不是 我们刚才已经有了 肖像了 然后减去括号空格 把刚才这个113.01 就是这个数 113.01 给它斩到这 然后刚才已经说有进向税额转出 要从那个进向税额转给它扣出去 对吧 这就是一般技术方法 肖像减进向 然后加上检疫方法 它申报那个金额 72.8万 预角和申报金额是一样的 对不对 这样算出来 我们看一下 第八个标签也就求出来了 企业当月应该计算的 增值税 应纳税额是多少呢 223.52万 然后第九问 问你 他向总部机构所在地缴纳的是多少 你把这个223.52 放在这个空格这 一考虑录就可以了 然后简局 我们说 两个在一省工程 他已经预缴的这个税款 最后的话呢 向总部所在地税务机关 缴纳的增值税就是 117.67万 对不对 这样的话呢 算完以后 最后一问就非常简单了 117.67 那么乘以多少呢 乘以市区的 751中的百分之 乘以城建市税率 然后教育负加 地方教育负加 两个征收率算出来就可以了 他们要你分别计算 那你就放在一块算就可以了 是吧 就道题就算完了 这道题就算完了 那么看这道题 它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思路问题 思路问题 如果你要用我上台课讲的 说的那种方法 不推荐那种方法 那你就是 带着问题去找已知条件去 那么你前六笔业务 做起来还是比较顺畅 等你到了第七八九十 这四笔业务 那做起来就费了劲了 对吧 你得重新看前面的业务 然后这里边有的时候 还要在前六笔业务的答案中去摘 那就乱了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流程 还是那句话 是推荐使用 咱们这个自己有好的方法 也是可以给我发信的 好的话 我向广大学员推广一下 但目前来说 我觉得这样的方法 就更清楚一些 所以大家要注意 这样的题 它没有多难 关键就是绕 同学们总觉得 后四问做起来的这么便宜 所以就说就得了一半分 一小半分 六笔业务有的不熟 一下就又少一半 对吧 然后呢 就剩五笔了 五笔业务的有的又算错了 比如税率选的错 所以这一道题 它实际上就得了三分之一的分 那就比较危险 比较危险 所以大家把流程把握清楚了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么回头再看一下这道题 再去感受一下 我们就对它应该有不同的认识了 这是我说的迭代重复的 这个作用啊 也是它的这个意义 那么刚才呢 很显然 这个公司就是一个跨县市提供建筑服务的典型企业 那么它的建筑服务的发生地呢 都在宜省 所以要在宜省进行预缴 那么在预缴的时候呢 我们考虑它呢 两项工程 初题老师呢 分别采用了不同的方法 一种方法呢 它是用一般纳税的一般计税方法 那么一个工程呢 是用一般纳税 它说了它是假供工程 所以可用简易方法 对不对 那么这时候大家注意 不管是一般方法还是简易方法 你会发现它在预缴的时候 都是可以扣除分包款的 对吧 那么这时候同学们要防止出现的错误在哪呢 就是一般计税方法 它扣除以后啊 扣除一个分包款是含税的 要转化成不含税 是处理1.09 因为它是用的是税率 那么如果是简易方法 那么它应该处理的是1.03 用的是征收率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同点 另外一点呢 什么呢 就是在预缴税款的时候呢 建二租三转五 在一般计税方法啊 它的预证率的话是2% 而在简易计税方法 它的预证率是3% 那么我们呢 要有这样的清晰认识 当然初级老师 他的标签的问法 有的是分着问 有的是合着问 那就用我的 读题敲出数的案的思路 以不变应万变 你作为一个会计 应该考虑周全就可以了 对吧 这是我们是不是都做了 对吧 然后你算出这个数以后呢 大家注意啊 没完 在第八个标签中 他问你应该向总部交的税是多少 你要把这两个计算的结果 在最后怎么办 给它减出去 所以要都要减去这个预缴的税款的 都要减去这个预缴税款 这点大家要注意 对吧 同时呢 还要向机构所在地进行申报纳税 那么申报纳税呢 如果是一般计税方法 那他肯定消向减进向 那么你直接用全部价款 价份出1.09乘以9% 就是消向 然后减进向的时候 包括支付给分包商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 可以抵扣的这个税额 也包括像刚才那道题 他有兼用的构进的设备 对吧 又结合了进口环节 缴纳增值税的可以抵扣的问题 多链条的问题 又结合了啊 这种劳派遣人员坐火车去干活的 这种拆旅费的问题 还有住宿费的问题 还有什么餐饮费的问题 可抵不可抵 所以呢 这道题呢 他在进向税额中增加了这个考试的难度 有的那我们考试题中 对进向税额不做扩展 就非常简单 直接告诉你能抵扣的进向税额多少 在消向税额做文章 而这道题呢 他在进向税额做文章 万遍不离其中 思路都是一致的 这个大家要能够清晰的去把握 那这道题进向税额 你看他有多笔业务 有设计多链条的 然后多种特殊的业务都进行了一个结合 对吧 好 然后呢 算完以后呢 他有减一计税方法 那我们说减一计税方法 在申报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不能放在消向税额中 因为他要单独算 所以我们是消向减进向以后 再加上减一方法下 他的应纳税额 那么他在这个机构所在进行申报的时候呢 这个就完全可以把刚才那个拷贝过来就可以了 一按那个coupage就过来了 是吧 也是别忘了减去预缴税款就可以 是吧 所以呢 我们先说了这张表格 然后带你大家做了一个题 推荐了思路 然后呢 我们再说这张表格 印象不一样 那么你接下来干嘛 给你留个作业 按道理我们说 这个面售集团 我是要求大家做作业的 是吧 那么我们现在网售也要求大家做作业 你要自律性 那就是什么 回去把这道题独立的再做一遍 那么你看看在15分钟左右的时间内或者20分钟啊 当然前期还慢点也是可以的 20分钟 25分钟都可以 能不能90%以上都做对 而且很顺畅 别出现倒来倒去 怎么回事 这个事 然后再去找一遍 很顺畅 这就过去了 那这样的题 就过关了 就过关了 你做多少的话 基本上也都是这样的一个思路 那么基本点都是这样的 那么建筑服务这块内容还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我们独立的作为一个专题 给大家进行了强化 进行了讲解 我们这堂课就到这了 我们下次课再见